曲奇餅 其實曲奇餅是非常好吃的 之前有個牌子的曲奇餅 是排長龍的購買的 旅客又不知道 來又只限買一罐 我覺得會不會誇張了一點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做 材料非常簡單 就是高筋麵粉 這個是粟粉 這個是糖霜 這個是金罐牛油 其實這個曲奇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會失敗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非常推介大家做的 這個是高筋麵粉 平時用來做麵包的麵粉 為什麼要用高筋麵粉呢 因為焗這個曲奇很容易塌 所以用高筋麵粉 它可以令到它的外形 保持得實淨一點 純粹是外形 如果你真的沒有高筋麵粉 用低筋麵粉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粟粉 平時用來打蜆的粟粉 最重要量適合的份量 首先我們把兩種粉混在一起 然後就要過篩 其實過篩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可以把裡面的粉 裡面的粒粒 把它弄散 吃曲奇餅的時候 就不會吃到裡面 有一堆未熟的粉 把它過篩 你看 這樣就可以令到粉 完全混合到 還有令到它不會起粒粒 接著就是化牛油 其實做這個這麼鬆軟的曲奇 一定要用這一種 金罐的罐頭牛油 這個牛油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是沒有水分的 跟平時我們超級市場買的 放雪櫃的牛油是不同的 這種牛油是不需要放進雪櫃裡的 量適合那個份量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碗裡 接著就用打單器 把它發到它變成奶白色 其實就是要把它發到奶白色 剛才是很黃的 現在一邊發下去 把空氣放進去 它就會變成奶白色 而且就會非常油滑 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糖霜 都過一過世 因為 讓它的糖霜不會 有些很大粒的糖霜 就不會說一塊塊的 都在裡面 待會再打的時候 就更難一點了 接著呢 也是把它打均勻 把糖霜溶在牛油裡面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的鹽下去了 就真的少到很交關 這樣一下就夠了 為什麼要加少許鹽下去呢 一來就等它 那個牛油的質地 會再好一點 再沖化一點 還有那少許鹽呢 會帶出這個牛油的香味 這個呢 就是過了篩的粉 分開兩次 因為 你不會想那些粉 結到 嗯 將它 即 你不會想那些粉 跟那些牛油拌不起來 那你一次過拌下去 可能它就會結成一塊塊 的粉團 拌勻了 拌勻了 再加上另外一半 這個步驟呢 千萬不要攪得太多 因為攪得太多 那些麵粉就要起筋了 起筋呢 即是將會 它會變成好像麵包 裡面有一絲絲 這樣 那我家裡呢 就不會很鬆脆的了 將這個粉團攪拌均勻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擠袋裡擠了 那我們預備了擠花咀呢 就是 這一種 猩猩 其實任何花紋都可以的 你喜歡做一個什麼形狀都沒問題 接著就輪到最好玩的步驟 就是擠花了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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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勻 不要擠得太厚 因為太厚 中心會比較難熟 多一個圈 在中間壓一下 可以 為了確保每塊曲奇餅的 煮焗的時間都一樣 所以就不可以有些大有些小 曲奇呢 就擠好了 在擠之前呢 其實我已經 預先把焗爐調到180度 預熱它 摺完之後 就可以整盤放進去焗 其實焗它 我平時就大約13至15分鐘 就拿一塊出來試試 因為其實 因為當日的濕度 又或者每個焗爐的不同 都會影響時間 好 哇 那個曲奇呢 剛才我就焗了15分鐘 然後呢 關了爐後 再煨多它5分鐘 這樣它就會成為了一個 非常之金黃鬆脆 真的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